廖家八百公里 小兄妹找到了 周爸爸 你先跟他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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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爸爸接到警方轉來兒女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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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場眼面痛哭 姐姐啊 你累不累啊 不累喔 冷不冷 你會不會冷 知道爸爸媽媽在你們找到幸福啊 你知不知道呢 肯定耶 你們看到爹子 肯定他就說 也沒有 都沒有 你們兩個在那邊等爸爸媽媽去站 好 這邊知道啊 有 有 爸爸媽媽很想你們耶 我知道 OK 拜拜 雲林這對十四歲及八歲的周姓小兄妹 上週五 離家後 失去聯繫 焦急的父母 前天哭斷腸 透過立委 召開記者會 協尋這對兒女 周媽媽昨天一早跟到廟裡 跪求媽祖保佑兒女平安 趕快回家 昨天下午便傳來好消息 兩兄妹在屏東墾丁大街 被警方尋獲 周爸爸得知消息 立刻開車直奔墾丁接兒女 讓這次兄妹流浪記 畫下溫馨據點 上週五 小兄妹告訴阿嬤要到安親班 但離家後 卻展開背包之旅 他們從雲林湖尾搭台西客運到斗六 再坐自強號上台北 在台北火車站度過第一夜 上週六清晨 他們搭乘太魯閣號前往花蓮 在火車站附近遊玩一天 週日凌晨 他們在搭舉光號 繼續往南走 在台東轉搭自強號 到屏東火車站 之後坐上國光號到恆春 再有好心婦人在往墾丁 這趟俏夾之旅超過八百公里 小兄妹身上所貸的四千元 到昨天剩下八百六十六元 身上衣物也被雨水淋濕 哥哥說 爸爸曾帶他們去過這些地方 他這次帶著妹妹俏家旅行 是想重溫舊夢 他們在街頭露宿 並靠泡麵果腹 他們還計劃到高雄的一大有樂世界玩 動新聞 下次要找爸媽一起環島報導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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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